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近一年来 我常常在思考 是什么样的力量 帮助我们台湾 帮助在 风雨交加的 八八水灾之后 能够重新站起来 我就想到脑海里 盘旋以下 这些字 第一句我的感觉是 风雨 风雨无浅 但是人间有爱 人间有爱 池寒广度 济世助人 这就是慈祭的 大爱之所在 不只是台湾 在全球各地 都有许多爱心 不论是 用各种的形式跟广告 都在帮助我们 受风雨 受风雨 伤害的不佳 重新 恢复活力 重新能够 坚毅勇敢地 掌权 其中 实际 是让我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当然 一个重建的工作 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做到 重建之所以 非常能够迅速地处理 你看8月8号 风雨一过 我们总统 在8月14号 就要求行政院 筹备都脱单了 第二天就成立 灾后重建 推动原委 刘院长很快地 就拟定了 灾后重建的特别条例 8月28号 在8月20 行政院送出去 一个礼拜后 8月28 立法院就三读通过 因为立法院三读通过 灾后重建的特别条例 所以好多行政效率 提高了 好多行政手续 减免了 我必须要讲一句 非常谢谢所有 包括慈继 红十字会 市长会 张荣发基金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帮忙 我要跟各位报告 还有很多工作 我们做得还不够周延 我们行政机关 一定会很努力 在最后要完成 这个重建整体的工作 这一阶段 我们还要很努力去做 让它有一个很好的据点 但是这个不是结束 以后还有很多产业的振兴 就业的问题 还有园区的维护 还有管理委员会 它发挥更好的功效 这还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来一起努力 再一次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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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